本期精彩内容 6G191.8米 民用无人机最高飞行海拔新世界纪录诞生 一起走进珠峰 看中国制造如何飞越世界之巅 全球最大直径海底高铁隧道动作机 定海号上岗中 将在周山永州铁路金港海底隧道 挑战五项海底高铁隧道工程世界纪录 它能成功吗 感受中国之力 发现中国之美 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 这里是全世界攀登着心目中最高的舞台 而今天这里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 刚刚空载旋停最高的高度是5500米 然后旋停17分钟 然后摄影电量百分之二 就是目前来说可以测试出来的 空载旋停时间大概有20分钟左右 今年4月25日 珠峰南侧大本营 大疆运载无人机工程师团队 在这里开始了为期一周的无人机高海拔 及运输能力测试 在这期间工程师们不仅面临着高原反应 气候和地形的多变等多重挑战 还要在有限时间里 对无人机在超高海拔地区的悬停 空载飞行和载物飞行的有效性 进行验证 刚到中大本营的时候呢 发现自己的血氧一直在下降 然后我的小伙伴就看到我好像很难受的样子 然后把氧气给我送过来 然后就开始吸氧 然后慢慢地就缓过来 江建民是大疆团队的解决方案工程师 短短几天内 他不仅需要应对高原反应带来的不治 还要紧锣密鼓的为无人机测试 做好充分准备 他们的目标是从海拔5300米的珠峰大本营启程 克服每秒15米强峰的考验 将物资安全运送到海拔6000米的C营地附近 到了珠峰大本营 我们就进行了那个空载 然后空载悬停 然后空载爬升高度到6000米海拔 然后呢再载重5公斤 载重10公斤 载重15公斤的载重测试 然后发现我们的飞机的动力系统 稳定性都是特别强的 4月30日高海拔运载测试正式开始 当天再重5公斤和再重10公斤的测试 都完成得很顺利 随后江建民等人要进行的是再重15公斤的测试 单个的氧气瓶重4.5公斤 15公斤的物资包括了三瓶氧气瓶和1.5公斤的其余物资 本次运载测试可以通过预先设定好的航线 让无人机自动飞行 但是面对15公斤的载重测试 以及随着海拔升高而带来的温度和风力变化 江建民仍然需要在无人机飞行过程中保持高度的集中 并随时对飞行轨迹进行监测和调整 可能一般的无人机上它上去的时候 低温和大风肯定对它的影响都会很大的 然后其次珠峰这个地形它是比较险峻的 所以说导致我们的运输的线路中间 就是我们运输的航线中间是两边都是有山的 然后这些山体是存在一些信号遮挡 在珠峰之上 低温与大风无时无刻不再影响着无人机的飞行姿态与稳定性 这些都是江建民等人必须面对与克服的困难 而从珠峰大本营到C营地的这一段路程 无人机飞跃的正是地球上最高的宾铺 昆布宾铺 昆布宾铺全长17公里 是从喜马拉雅山南坡登顶珠峰的必经之路 其上布满了不稳定的冰塔裂缝和深沟 据统计约30%的珠峰遇难者在这里丧生 它不仅是盘登珠峰途中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最大难关 也是整个南坡登山路线中 地域环境最为错综复杂 危险性极高的一段 但即便如此 每年仍然有大批登山者通过这里登顶出风 昆布宾铺它是昆布宾川的其中一段 在昆布宾铺这一部分的 它的陡峭程度更大 感觉是一大堆的那种大冰块 然后堆在那里的感觉 截至2023年 有6664人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 但每位登山者平均会在这里留下8公斤垃圾 难以带回 多年来物资运送与垃圾清理 均由专业登山队完成 传统人工运输一趟就需要溜到8个小时 每年都存在一定的伤亡情况 登山队员他们每天晚上 然后通过昆布宾川去运输 原因就是白天的时候温度太高 然后会导致冰川的稳定性会更落 会更加的危险 在珠峰上 传统的物资运送 以及垃圾清理的运输方式 效果有限 而且运送人员还面临着 极大的生命安全风险 如今珠峰地区虽然已经支持使用直升机进行物资运输 但由于当地的海拔和天气时常出现调度不够及时 不能飞行不能降落等问题 而相比于此 运载无人机则展现出了更加安全和便利的解决方案 我们的无人机运输方式更加的高效安全 少受限制 我们的无人机其实来回一趟只需要12分钟 安全的话就是我们的受当地地形地貌 还有就是风速这些影响会相对较少 我们先自动飞行 很轻松飞得很轻松 在昆布宾川之上 15公斤无人机运载测试仍在紧张地进行着 此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已经接近6000米 在这片雪山之间温度骤降 大气压也在迅速降低 加至大风引发的乱流 所有这些都为这次测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我们在测试的整个环节 最大的风速达到了15分明秒 这个风力大概相当于一个气急风 在面对大风的情况下 我们的飞机的动力笼余是足够的 其次我们的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我们电池是有自家乐系统 也会避免我们电池放电能力减弱的这个问题 凭借机身配备的多个传感元件 和电池自家热系统 无人机在海拔6000米的高空 稳定地朝预地目标飞行 然而在珠峰大本营 工程师们的心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 只要无人机尚未抵达目的地 就无法预料是否会有意外状况发生 现在我们在用航线自动飞行 叫我们运到目的地放审 然后他们把货拿走 6分钟后 飞营地终于出现在了无人机的监视屏幕中 很快地面人员取下了无人机所运载的 15公斤物资 他们又将营地里的垃圾固定在了绳子上 随后无人机收绳返航 几分钟后 无人机成功回到了珠峰大本营 随着它缓缓降落 这次载重15公斤的运载测试也圆满完成 由于本次运载测试的成功 当地尼泊尔政府于今年5月22日 开启了珠峰地区运载无人机的常态化运输项目 今后 质疑无人机运载项目将为登山者提供更多的物资和安全保证 同时通过无人机垃圾轻运方案 也更能有效地减少登山活动 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目前我们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了代理商和合作伙伴 也根据当地用户不同的需求 提供了切实可行的一些解决方案 希望我们未来可以在全球不同的场景 为大家提供更加切实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和创新命运 大家好 我是胡宽 今天我们来到了浙江州山 要带大家来看一个世界级的工程 它就是永洲铁路金塘海底隧道 这是一个世界最大直径海中对接海底洞内拆解工程 同时它也是现在世界建设长度最长 直径最大的海底高铁隧道 舟山是我国第一个以群岛建制的地级市 虽然常住人口只有117万 但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 以及近几年颇受年轻人欢迎的东极岛 桃花岛等热门景点都在这里 每年为这座城市吸引了超过6300万游客 全市人均GDP位列浙江省第三 还拥有世界级港口宁波舟山港 可这样一座城市却至今没有通铁路 也是浙江唯一没有通铁路的地级市 2020年永州铁路正式开建 这是一条连接宁波和舟山的高速铁路 永州铁路通车后 舟山将结束普通铁路的历史 今天这期节目的主人公定海号 现在就正在绝境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 今年4月刀盘涂装东海龙王图案 寓意着定海神龙的世界最大海底高铁隧道顿购机 定海号正式下井 定海号由十余万个铃部件组成 刀盘开挖直径14.57米 整机长度约135米 总重量约4350吨 是普通顿购机重量的8倍 可以说是顿购机中的巨无霸 我身边就是金塘海底隧道能否观众的关键 定海号顿购机 当然这个是它的微缩的模型 定海号顿购机它的直径 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海底高腿隧道顿购机 像这样的机器其实一模一样的有两台 另外一台叫做永州号 这么长的海底隧道从一方来打的话 施工进度是很慢的 所以施工号就选择了定海号从舟山这边下井 你看这边就是它的下井口 然后从地下向着宁波方向绝境 而永州号就从宁波下井 然后向着舟山方向绝境 最终这两台顿购机会在东海的海底相遇 这个时候金塘海底隧道就贯通了 经建宁波至舟山铁路工程 永州铁路全长约76.4公里 金塘海底隧道是全线控制性工程隧道顿购段 全长约11.21公里 比港珠澳大桥越海隧道长近10公里 其中永州号由西向东独头绝境4940米 定海号由东向西独头绝境6270米 两台顿购机在里经高水压地段 及复杂地层长途跋涉后 将最终在海底汇湿 中心轴线对接物差不超过2厘米 就是从我们舟山金塘到银波北轮 它全长有16.18公里 距离非常长 传统顿购机它决定的话 它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的 然后首先你也看到 我们在这个金塘工作井这里 始发的话它是在银飞岩 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 这大强度达到191兆帕 这种顿购机的刀盘 好像是非常严格的 然后第二个的话 因为近五年这个顿购机 这个技术就是大顿购 就是超大顿购10米以上这个顿购机 它才成熟这个技术 然后所以说我们最近 才研究出 想用这个定海号顿购机 来玩这个适用任务 这次的顿购隧道绝境 需要攻克不达海域环境下 长距离高水压顿购隧等 八大技术难点 并创下五项世界之最 世界上建设长度最长 直径最大海底高铁隧道 世界上最大直径的 海中对接工程 世界上最大直径的 海底洞内原位拆解工程 世界上地质条件最复杂多变的 海底高铁隧道 世界上建设难度最大的 海底高铁隧道 那么定海号究竟有哪些本领 能拿下这五项世界之队呢 首先这个红色的地方呢 就是代表我们这个 就是一个银辉岩 这个地方是最蓝的一个地方 强度非常大 因为它非常坚硬嘛 对它这个磨蹭度 都是非常考验它的 这是蓝点之一 然后这里大概 绝境到1000米左右 到这个就是到海岸 海岸线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后面 主要就是一个 粘土啊 还有中砂 这些符合地层 这个地方捷径的话 有个问题就是 考验我们邓克基 它容易对刀盘容易结柄 结柄呢 就是说通俗一点讲 就是说 那个泥土就结块 把我们刀盘会粘住 粘住就是搅不动 然后我们针对这个 远印不准的地层 就是了6把中心滚刀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周边和正面 分别布置了98把的单人滚刀 然后此外呢 我们在它的刀盘浮量上 也配置了132把的切刀 这就是为了更好的 就是针对软印不准 地层的那个岩石 一个破岩 然后我们的整个刀盘的这个 开口率有36% 然后这也是方便我们的那个岩石 进行一个更好的输送 在刀盘的中心位置 设置了冲沙口 冲沙口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啊 主要是为了冲洗那个中心的滚刀 而是防止一些圆土地层 对滚刀进行那个有结理比的这个现象 海底碎盗施工水压极高 顿购机的心脏面临巨大挑战 所以主驱动成为顿购整机密封的核心区域 定海号采用五道外密封加四道内密封强强连合 一次打造铁齿钢牙 能够抵挡120米的水压 相当于在一个支架大小的面积内承受12公斤压力 让顿购机穿江越海不再困难 永州铁路金唐海底隧道为世界最长 直径最大海底高铁隧道 采用的双向顿购法 对对接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像这么大的直径呢 就是14米57的两个 还顿购机对接的话 不超过两公分的话 这个对接精度的话 应该在世界是没有的 我脚下呢 就是金唐海底隧道的沙太模型 这边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舟山侧 而这边呢就是对岸宁波侧 看到这个海湾呢 就发现问题来了 大家可以试着做一个实验 闭上你的眼睛 加两个食指相对 是不是会有一点误差 这还是在一个大脑控制的情况下 那么分别由自己控制的 定海号和永州号 要怎么样才能够在这个位置 完美交汇呢 在海底的两台顿购机 就像两个蒙眼 却又相互寻找的人 出发时 方向必须完全正确 寻找过程中 完全不偏移路线 才能预见彼此 定海号顿购机配置的 VMT导向系统 能实现线路定时导向 它能像GPS导航一样 实时指引线路 跨海的话 平面的话 我们是采用了六台 北斗定位仪 就是把这个两边的定位 轨迹给它定转 然后我们实际上我们在 绝境是在海底绝境 对吧 海底绝境就是我们两台 对方机上都装了这个 这个VMT 这个导向系统 它这个的话就是说 说白了就是在这个 对方机上装了一个眼睛一样 就是两台对方机都有眼睛 就是可以往前看 往前看的同时就是说 保证这个不偏离这个轨迹 按这个轨迹往前绝境 京堂海底隧道施工地质条件复杂 虽然绝境路线已经被勘探过 但前方绝境地质情况和勘探情况是否一致 定海号会不会两眼摸黑地掉坑里 定海号顿垢机搭载了超前地质预报 就像是拥有了火眼金睛 它利用顿垢机刀盘滚刀破盐 产生的震动信号作为震源 能够对前方50到100米地质 进行精准探测 实现预测预报 提前掌握隧道地质信息 并进行预警研判 定海号还配置了舱内伸缩摄像头 可以实时对刀盘前方图体进行观察 由此形成双保险 我现在走的位置就是定海号顿垢机刀盘的正后方 可以看到定海号的不断的运转 我所在的这张空间呢 就是定海号在这一周之内挖掘出来的新的隧道段 由于我们这个顿垢机的体制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不可以在国际地方尝试地停留 不然有可能会引发这个地质的塌陷 因此定海号从下井的时候开始 除了解救的特殊原因以外 它将会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一直到它在东海底部和永州号相遇 顿垢机的核心操作就是主驱动通过大小齿轮涅合 驱动着几百吨的大圆饼 圆饼上各种类型的刀具像钢牙一样不断吞噬地层 强大动力的关键在于心脏持久力 这颗心脏就是顿垢机的主驱动 它的设计寿命超过一万五千小时 相当于能不停转动1.7年 为长距离隧道施工做足了准备 这边就是我们顿垢机的主控室的一个操作平台 像我们在下面两个屏幕就是我们很多控制系统 像油脂系统推进系统的一些操作界面 然后我们的工程员员就可以控制这些整个系统 然后我们的左边就是我们的导向系统 就是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一些地面设备和动购机设备的一些运行情况 要想在海底精准操控4350吨的庞然大物 离不开定海号动购机的智慧大脑系统控制室 这里包含着操作按钮和控制系统 操作人员按动按钮发出指令后 大脑就会开始进行计算反馈 同时将绝禁的数据实时传输到地面的控制大屏 和总部的控制室便于多方联动监控 金唐海底隧道海底最大埋伸达到78米 最大水压0.85兆帕 相当于成人手掌面积上承受近一吨的重量 永州铁路想实现海底顺利开挖隧道 又要抵御海底环境的化学腐蚀 其中的诀窍就在于隧道内的金钟罩和铁布山 我们今天在隧道里正好遇见了 这样的这个管片的吊装 整个金唐海底隧道呢 一圈需要十片这样的混凝土胶的管片 拼接在一起的一个圆形 给整个隧道来做支撑 这些管片就是金唐海底隧道的铁布山 隧道管片由钢筋混凝土组成 每整环分为十块 通过螺栓连接后缓缓拼装 作为隧道的最内藏屏障 承担着抵抗土层压力 地下水压力 以及特殊贺载的重要作用 金钟罩就是管片外层的水泥壳体 壳体由水泥浆液添加剂组成 由顿垢基在绝境时进行同步填充 在管片外侧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壳体 可防止隧道漏水和海水捕食 我们那个肯定会进行一个超前筑浆 就是包括让周边那个山体 包括那个掌子面 跟我们那个顿垢基的顿体外围 就是形成一个合体合在一起 这样就比较牢固 由于隧道建成后添加了管片 和筑浆两层保护壳 在现场也能看到隧道直径 明显比顿垢基开挖直径小 那么完成对积后 定海号要怎么在比自己直径小的隧道内 惊蝉脱壳呢 首先在那个顿体上面的话 我们是采用正体型设计 正体型的话就是它上面小下面大 顿体方面我们从上面直接抽下来 一块块抽下来 然后就拉出去 如果说在我们常规的顿垢基 就是这种比较常规的 比如说六米八米顿垢基的话 它是一个倒体型 就是它上面大下面小 然后同时的话 因为在海底还要进行解体 拆解的话我们采用了双层壳体 这个双层壳体就是说 像说它顿垢基有两层壳子 就是在到了那个对接位置之后的话 我们顿垢基那个外层壳体 它是永久性留在这个隧道里面了 就当作一个支付作用 不拆走 定海号内外两层壳体 通过焊接销轴定位 与固定拆机时 可刨除焊缝 拆除销轴 就能够实现内外层壳体分离拆解 外层壳体留在洞内 做永久支护 提升隧道坚固性 即使拆机同时 也不用担心机器撤出 导致隧道垮塌 正因为身怀十八般武艺 定海号和永州号 才敢硬气地接下金塘海底隧道 这样世界级难度的工程 当然 您也许会好奇 既然海底隧道这么难修 为什么不建桥呢 主要原因因为这个周山临波港 这个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港口 如果说你修桥的话 它这个船舶 对这个桥的桥墩 它是有冲击力的 在这个桥墨这个流量 是有影响的 因为这个经济就是 毕竟会受限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人就是在 我们那个周山对面 就是临波那里 临波北伦 有一个在镇海那里 就是中石化的一个 炼化基地 它这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修桥的话 就收到一个拆迁 这拆迁的话 就是说这个拆迁难度 是非常大的 金塘海底隧道的建设 不仅让周山预备 进入高铁时代 也在默默助力 周山工业发展 由于金塘海底隧道 管片使用量极大 总数达到 三万一千六百片 为了保证管片供给 以及降低运输成本 周山成立了一个 全新的 金塘管片厂 这道总会有修完的一天 那修完之后 我们管片厂 会怎么办呢 我们管片厂的话 这就是一个永久性的 到以后的话 会辐射 把业务推广到 整个江浙护 然后再辐射 到处辐射出去 就是这个场合一直存在 我们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你想要什么东西 提要求 我们就增加设备 再做 京塘海底隧道 预计将于2026年底 实现贯通 永州铁路 预计2028年 具备通车条件 宁波至周山通行时间 将缩短至半小时左右 进一步加快 周山及宁波 融入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建设进程 届时 中国顿购设备 也将在世界工程机械史上 留下一张新的成绩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